按我了解,昨天入境的人士可能都是千多人 在這麼多口岸一起都是千多人 所以現在還不是一個時候去放寬 但當然距離,你剛才提到那條 我們叫做599C張的內地入境人士 14天的強制檢疫 還有3個星期多些 所以我們都要密切看著情況 當然有需要的時候是可以延長的 再回去行政會議是可以延長 不過有一個日子我們現在都比較有把握 就是4月24日的DSE的考試 我們今早再覆檢過 是應該可以開考的乘數是非常之高的 但我們會再要求教育局局長 去加強一些預防的措施 我相信今天星期二或者一、兩日內 教育局局長會正式公佈有關今年DSE開考的情況 好,謝謝大家 我要怕你いて 好的, 讓我看見 你沒辦法 快點心得對